Hello 大家好 我是马克 欢迎回到马克时空 最近要从乌克兰撤退的瓦格纳集团老板普里格金又再次语出惊人 5月23号 他称赞乌克兰的军队是世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他还承认普京的目标完全落空了 反而把乌克兰军事化了 勾入俄国别尔格罗德州的俄罗斯志愿军团已经撤回乌克兰境内了 自由俄罗斯军团好像还在俄国境内行动 他们还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有上百名记者参加 在整个军事行动中 俄罗斯志愿军团损失轻微 只有两人受伤 而自由俄罗斯军团损失多一些 有两名战士阵亡 另有10人受伤 他们还缴获了包括装甲车在内的大量俄军装备 这些战利品价值超过200万美元 另外 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半岛的克里米亚大桥 周三24号升起浓烟 俄国政府说 大桥因为演习而被关闭 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 克里米亚大桥中央冒出白烟 大桥的一条引道也冒出更多的烟雾 从克里米亚半岛上可以看到 开往俄罗斯的汽车排成一排 克里米亚大桥是俄罗斯与克里米亚半岛的唯一陆路通道 2022年10月曾经受到乌克兰的攻击 在英国援助风暴应巡洋导弹之后 法国也提供了法国版的风暴音影 就是斯卡普一级巡洋导弹 德国媒体报道说 德国预言正在呼吁德国政府援助乌克兰射程更远的金牛座 KEPD350空射巡洋导弹 金牛座导弹的射程能够达到500公里 而且库存也更多 如果进入乌克兰的话 将让乌克兰的远程打击能力大增 克里米亚的俄军可能会面临巨大的压力 在爱国者系统展现出巨大反导能力之后 为了更好地对付俄国的巡洋导弹和无人机 美国又表示将再援助乌克兰一套NASEMS 德国则表示年底前可以再援助乌克兰两套IRST防空系统 目前乌克兰已经获得了八套NASEMS和两套IRST NASEMS和IRST因为高拦截率和高度自动化 深受乌克兰防空部队的喜爱 俄国反对派武装攻入别尔格罗德之后 虽然规模并不大 但引起了俄国的骚动 普京与军方代表开了两次会 兴取了军情汇报 普京指派陆军总参谋长拉平上将 亲自率领部队来评判 俄军已经调来了七四魔步旅 据说还有空枪部队来剿灭反对派武装 俄罗斯志愿军团首领丹尼斯卡普斯金对记者说 拉平上将公布的战绩完全在扯淡 另外 俄国展示的战果图片 也被外界质疑是造假和摆拍 因为一些车辆的轮台非常干净 没有泥土 而且摆放在弹坑上的汉马装甲车 车体非常完整和漂亮 车窗玻璃还完好如初 卡普斯金告诉记者 参与第一波突袭的士兵大约只有50人 他们乘坐两辆坦克 一辆装甲战车和九辆汉马车 快速突入俄罗斯境内 在攻破俄罗斯人的第一个抵抗点之后 得到了近500名士兵的增援 好像还有白俄志愿军加入 此后他们继续前进 深入俄国境内约10公里 控制了大约35平方公里的地盘 并开始建立防御阵地 卡普斯金认为本次行动是成功的 因为我们畅通无阻的进入俄罗斯境内 而俄罗斯方面在几个小时后才发现他们 可以看出俄军在边境地区的防卫力量薄弱 如果当初就知道是这种情况 那么他们就可以计划拿下别尔格罗德士 俄军出动了米8卡吾尔直升机 对自由俄罗斯军团进行空中打击 但效果不佳 反倒有一架米8直升机被击落了 俄国反对派武装在攻占 别尔格罗德州三个村镇后 并没有撤退 又攻入了人口6000多的格雷沃伦社区 这支数百人的反对派武装 虽然可能作用不大 但已经充分显示了俄罗斯本土防御力量的空虚 例如俄军在边境城市格雷沃伦市区 竟然只有一辆BMP3不明产车 如果最后俄军被迫从俄乌前线 调集力量去填边境防御的坑 前方就会更加捉襟见肘 这可能正是反对派武装 策动这次突袭的目的之一 此外越境突袭事件发生之后 乌克兰情报局长在第一时间站出来 敦促全体俄军投降 这同时也可以算是一场攻心之战 比尔格罗德是乌东俄军在国内的后勤基地 后方不稳 肯定会动摇军心 这在当前的情况下影响是巨大的 瓦格纳的普里格金也来凑热闹 他说俄军边防部队不应该只配备冲锋枪 还应该拥有大炮坦克和无人机 普里格金真是会说大话 现在前线的俄军都缺坦克大炮呢 哪还有多余的装备给边防部队啊 在这次反对派武装突袭比尔格罗德之前 俄罗斯边境地区军民就曾经发视频向瓦格纳集团求助 认为俄罗斯边防部队根本保护不了他们 得益于瓦格纳雇佣兵的战绩和强有力的宣传 瓦格纳现在得到了不少俄罗斯人的支持 民调还显示普里格金的支持率仅次于普京 不知道这对瓦格纳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普里格金在宣布攻占了巴赫木特之后 变得更加高调了 他在5月23号称赞乌克兰军队是世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他说组织严密训练有素 而且他们的情报处于最高水准 可以同样成功的操作任何军事系统 无论是苏联的或者北约的 普里格金接受亲俄布洛克采访时坦言 现在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验评断 我知道不同国家是如何战斗的 瓦格纳是现今世上最好的军队 为了政治正确 我必须说第二名应该是俄罗斯军队 但我相信现在的乌克兰军队 是世上最强大的军队之一 他承认俄罗斯在乌克兰去军事化的目标上没有成功 普里格金提到 在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 他们拥有大约500辆坦克 现在他们拥有5000辆坦克 如果当时有2万人知道如何战斗 现在就有40万人知道如何战斗 所以我们要怎么把它去军事化 我们似乎做了相反的事情 我们把它军事化了 普里格金过去多次激烈的批评俄军领导层 5月稍早才责怪了俄罗斯国防部长烧一股 导致瓦格纳承受成千上万的伤亡 因为他们没有获得足够的弹药 他还透露在巴赫木特攻击战中 瓦格纳雇佣兵有2万人身亡 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则说 按照美方的评估 俄军在巴赫木特大战中的损失要远远超过2万人 美国政府此前已公开表示 俄军在巴赫木特就损失了10万人 这10万人当中不仅包括阵亡也包括受伤 俄罗斯军事飞行人士斯特列科夫 也不同意普里格金的说法 他认为瓦格纳在巴赫木特大战中 至少损失了4万人 而一到参战的俄国正规军 则在索莱达尔巴赫木特损失了4万5千人到5万人 2022年9月10月的哈尔科夫反击战赫尔松战役 让俄国正规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 不得不进行局部动员 但动员兵需要训练 这样乌冬战场就面临着青黄不结的局面 于是普京只好把雇佣军大规模派上战场第一线 在目前的乌克兰战场上 据说俄罗斯有27支雇佣军和独立武装在执行战斗任务 瓦格纳是最能打的一支了 然后是车臣武装 哥萨克军团等 而沙皇野狼战斗队 俄气火炬雇佣军等武装的战斗力比较差 还有另外数十支 俄罗斯地方武装一直都在战场上 战争爆发之后 俄罗斯各州或自治共和国等 都组建了一个或几个营开进了乌克兰战场 这些都是标准的地方武装 在苏莱达尔巴赫木特战斗中 俄国正卫军的战斗力明显不足 普京不得不一众瓦格纳集团来攻击 正是瓦格纳雇佣兵为了高薪而拼命进攻 才让苏莱达尔巴赫木特局势逐渐改变 但现在瓦格纳也打不下去了 在宣布占领巴赫木特之后 就要马上撤退了 普京为了安抚雇佣军和地方势力 他在5月9号的胜利日阅兵式上表示 俄国军人和各方志愿部队的战事没有区别 他们都在为俄罗斯而战 他们之间不应该有任何的摩擦 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败敌人 俄乌战争中俄军精锐部队越打越少 普京只能更加依靠雇佣军和地方武装 这样他的控制力和地位就会受到严重挑战 战后俄国政府如何平衡正规军和雇佣军 以及地方武装的关系就会成为大问题 如果搞不好的话 或者普京下台的话 俄罗斯很可能会再次走上分裂之路 这个情形就如同清朝末年的状况 清末太平天国运动爆发 清朝的正规军八旗兵镇压失败 只好准许地方办团练 也就是允许汉人官员组建地方武装 来帮助剿灭太平军 这就引出了曾国藩的湘军 湘军成功灭了太平天国之后 为了制约湘军 清朝的朝廷和资历太后 又开始扶植李鸿章的怀军 怀军一跃成为大清帝国最为强大的部队 李鸿章也成了清朝末期最重要的人物 清朝正规军八旗军 无力抵挡八国联军之后 东南各省的汉人封疆大利门 也不听朝廷的了 搞起了东南互保 不仅抗旨不尊 还与洋人达成了互不攻击的协议 最终袁世凯掌控的汉人武装 将清朝送进了博物馆 俄罗斯军事分析人士斯特列科夫 也在最新的发文中 明显表达了对俄军的悲观 认为俄军在整个冬天建造的防线 完全无用 物军迫使仍有战斗力的俄军 在那些没有兼顾防御攻势的地区作战 从而大量杀伤俄军 俄军现在缺乏火炮 装甲车 无人机 电子战系统 尤其是缺乏有经验和斗志的步兵 至于最后会发生什么 斯特列科夫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1917年的二月革命不会说谎 1917年的二月革命 彻底终结了俄罗斯的帝制 统治俄罗斯超过400年的 罗曼诺夫王朝落幕 并最终在十月革命后被灭门 今天的俄罗斯联邦中 有20多个非俄罗斯族裔的地方政权 要么是加盟共和国 要么是自治州 当中央政权陷入经济困境 而且暴力机器失去对地方武装和雇佣军的弹压能力之后 未来的俄罗斯还能保持完整吗 这正是世界各国都在担心的事情 在暴风阴影 斯卡普一级巡洋导弹进入乌克兰之后 德国议员也提议 德国政府援助射程更远的金牛座空射 巡洋导弹 风暴阴影巡洋导弹可以在地面装定数据 因此把它整合到乌克兰老式苏制战斗机上并不麻烦 之前已经有成功整合哈姆反复者导弹和JDAM弹药的案例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子内科夫在5月24号的推文中 放出了与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的照片 同时配上了一架携带风暴阴影导弹的苏24战机的照片 间接证明了苏尔斯已经可以发射风暴阴影导弹了 这张照片被放大之后 可以看到苏尔斯的机翼下方挂着风暴阴影导弹 俄罗斯的报道说 5月12号乌军使用风暴阴影导弹 在卢干斯克进行了第一次深度打击 卢干斯克是俄罗斯最大的后勤和指挥中心 距离前线有85公里 德国的金牛座导弹长5.1米 翼展2.06米 截面是长方体 弹重1.4吨 金牛座的飞行速度接近音速可以达到0.95马赫 最大射程500公里 它的飞行中途采用GPS加惯性导航 在接近目标20公里左右时 就切换到地形匹配和红外成像的图像匹配复合制导方式 这种制导方式不受夜间雾霾雨雪等恶劣天气的影响 也不受电磁干扰的影响 有效的提高了金牛座的命中精度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而且金牛座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钻地能力比较强 采用了摩菲斯特智能钻地战斗部 重460公斤 韩国曾经购买260枚金牛座导弹 据说德国至少有600枚的库存 可以大量支援乌克兰 此外MBDA曾经展出过陆极发射的金牛座模型 如果有一项客户出现 短期内推出类似产品应该不难 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 请继续观众马克时空 咱们下期再见